就像一同乘坐在地球环境的大船上 所谓的同舟共计就是要做到自立理人 人类以科技文明破坏自然环境的速度太快 恶化的幅度太大 为地球环境带来空前的隐忧 对我们居住的环境 坦白讲我们人类是很自私的 而且是很自我的 都是以完全站在人类主观的立场上 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而已 而我们不会去顾及到 这个地球这些所有的生态 所以佛陀在经典上面讲到说 这个地球是五去杂居地 所谓五去杂居地就是除了天界的众生 它是属于天界的 那么阿丘罗 人道 畜生道 畜生道我们是人肉眼看得到的 那还有恶鬼道 还有地狱道 这五去杂居就是说这五道的众生 其实我们大家是共同住在这个地球的 所以 现实的一个大自然的生态 我们看光是这个畜生道的众生 不管是水里面游的 路上走的或者是天上灰的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多 那么在自然生态里面 它也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一种 食物链跟一个生态 生态链 那以我们学会修行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站在人的这个世界而已 我们还要把这个心放大 所以你看为什么佛教里面做 它能做一些超见的法会 那些超见的法会 其实它是针对于地狱道 甚至于恶鬼道的众生 在做那种救度 所谓同舟共济 以心灵环保的原则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也就是自立立他的价值观 让自己 让他人都能够得到健康 快乐 平安的身心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